国山下地球科学第四章四字四 台湾的灾变天气 这是讲义四字四的范例解说 范例一 有关于台湾的降雨量 右图是花莲台北及台南 自西元1971年至2000年来 平均月降雨量的变化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每年哪些月份 台湾地区最可能因台风而发生洪水灾害 我们看完没这个图 台湾地区的降雨量 最主要是由于梅雨及台风 而台风发生的季节主要是在七八月的时候 从图中显示 七八月时 花莲台北台南 他们的降雨量都较高 所以台湾地区 最可能发生台风而引起洪水灾害的 是在每年的七八月 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题 花莲地区十月份降雨量多 其原因为何 A 东北季风影响位于阴风面 B 东北季风影响位于背风面 C 西南季风影响位于阴风面 D 西南季风影响位于背风面 我们看图上 花莲地区是实现这一条 实现这一条 在每年十月份的时候 花莲的雨量是最高 这是因为 十月份以后 已经进入了秋季 而在每年九月十月以后 花莲地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而花莲位于台湾的东部 且位于东北季风影响位于阴风面 因此 降雨量较高 所以第二题 主要是受东北季风影响 且位于阴风面 A的答案 第三题 下来一个叙述 何者错误 A 若无梅雨 台风带来雨量 则台南降雨发生干旱 A 这是对的 台南位于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受抓住山派的阻挡 而东北季风台南位于背风面 因此如果没有梅雨或台风适当的带来雨量 则台南地区容易发生干旱 A 这个正确 B 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气 被中央山脉阻挡 是造成台南冬季雨量较少的原因 B 这个是对的 因为台南是位于中央山脉的西南侧 东北季风的迎风面雨量较高 而台南则位于东北季风的背风面 水受中央山脉阻挡 因此在冬天时雨量较少 B 这个正确 C 4到9月和年间各地的降雨量均不及全年降雨量的一半 4到9月半年间各地的降雨量均不及全年降雨量的一半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从图中显示 4月份一直到9月份这里 是台湾各地区降雨量较高的地方 所以4月到9月 无论花莲台北或台南 它的降雨量超过全年的一半 所以 C 这个不对 珠 以全年平均降雨量的分布而言 台南的降雨量集中于5到9月 因为台南地区是最底下的虚线这一条 而图中显示 5月到9月这里是台南地区降雨量较高的月份 所以珠这个是对的 因此 第三题 错误的只有C这个错误 有关于天气图的分析 下列四张地面天气图为台湾典型的气候形态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哪两张地面天气图发生季节最相似 我们看上面这四张图 从假图可知 中间这里 这个是太平洋的热带性高气压 所以这个季节是在夏季的时候 在以图里面 中间这个是冷风 冷风出现主要是在冬季的时候 从丙图里面所看到的 这个是赤流风 赤流风经过台湾 这是梅雨季节 这是在每年大约五六月的时候 春夏交替的季节 丁则是台风经过 而台风出现主要也是在夏季 所以 甲乙丙丁四张图里面 出现季节最接近的甲和丁两张图 所以第一题 甲丁这两张都是出现在夏季 发生季节最相似 因此第一题 朱的答案 第二题 丁图中 若台风正朝台湾方向而来 其移动速度为时速25公里 暴风半径200公里 此时台风中心距台湾最近处有300公里 若行进速度及方向为止不变 此而台风中心何时登陆台湾本岛 因为从题目叙述 台风中心离台湾最近的距离是300公里 可是台风移动的速度一小时有25公里 所以我们把300公里 这个是距离 除以移动的速度25 结果发现等于12小时 也就是12小时之后 台风中心才会登陆台湾本岛 所以第二题 C的答案 第三题 以图中的天气系统如右图 若有假地到丙地 会出气压的变化 下列图示选项何者正确 我们看以图 以图出现的是冷风 冷风从假地以地到丙地 图中显示的假地这里是冷气团 而丙地这里则是暖气团 冷风向右边移动 当方面通过的时候 气压会略为下降 而方面的前后则气压差距不大 因此从假地到乙地到丙地 气压的变化会是先下降 而后再上升 所以假地到乙地到丙地 气压会先下降 而后再上升 因此B的答案 第四题 乘上题 当此天气系统经过时 气象观测会得到下列哪种情况 假风速增强 以风向由偏南风转偏北风 并云量增加 定气温下降 当冷风通过的时候 由原来的暖气团变成冷气团 此时风速会增强 假这个是对的 风向由偏南风转为偏北风 以这个是对的 原本暖气团笼罩时 是偏南风 而当冷气团来临时 则是偏北风 所以以这个正确 并云量增加 并这个也是对的 冷风通过时云量会增加 气温下降 丁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后面是冷气团 所以气温会降低 因此 甲乙丙丁四个都正确 所以第四题 A的答案 范例三 有关于台湾的特殊天气图 参考下图 加以丙丁四张 不同天气系统简图 图中实现为等压线 H表示高气压 L表示低气压 数字为气压值 请回答下列问题 图中 02代表1002百帕 以此类推 第一题 上图中 何者最有可能代表 美与其的天气图 我们先按上面这四张图 从甲图显示 这是台风经过 这是在每年七八月 夏季的时候 以图则是滞留风 台湾上空出现滞留风 这是在每年五六月 美与季节的时候 丙图是 太平洋热带性高气压 这是在每年夏季的时候 丁氏冷风经过 这个是台湾冬季的时候 水四张图能够代表 美与季节的 是以图 所以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题 根据丁图 此时台湾的天气特色 最有可能是什么 因为丁图显示的是 台湾冬季的冷风经过时 冷风经过时 这时候台湾上空主要吹东北风 北部及东北部 因为是位于迎风面 水云层较低 因此下雨机会会增大 水吸这个是对的 因此第二题 吸的答案 第三题 某年七八月间 台湾发生干旱 当时的地面天气图 最可能是下列合者 因为七八月的期间 发生干旱 这是下季时 太平洋暖高压笼罩在台湾上空 水会造成晴朗干热的天气 因此最可能图形是丙图 所以第三题 吸的答案 分离四 有关于台风的结构图 右图是巧巧上网搜集到的台风 剖面图 图中箭头代表空气流向 此台风形成于热带阳面 请根据所提的资料 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甲区为何种结构 我们看图上 图中的甲区 这里是台风液 所以第一题 A的答案 第二 在甲区会出现何种天气现象 因为甲区是台风液 台风液的风雨很小 也是整个台风风雨最小的地方 所以第二题 C的答案 第三题 哪一区的风速最强 因为图中 甲区是台风液 而乙区则是云墙 而云墙是在台风液的外围 是风雨最强的地方 所以第三题 B的答案 第四题 由此图可推论 台风的前身为下列合者 会形成台风 是由于热带阳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所以是属于热带海洋性的低气压系统 所以第四题 书的答案 这是范例4 范例5 有关于天际图的分析 现有一地面天际图 如右图 请回答下6问题 第一题 请问图中所处月份为几月 我们看把面这个图 图中显示 中间这个是一个滋留风 往下是冷风 往上是暖风 水 上面这里是冷气团 而底下则是暖气团 会出现滋留风 是在每年5、6月的时候 水 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题 曾上题 请问台湾接下来最有可能的天气形态为下列何者 因为图中出现的 是在每年5、6月份出现的滋留风 而这个季节正是梅雨季节 梅雨季节来临 是连日细雨 所以第二题 A的答案 翻例6有关于台风等压线图 六图为抹日东亚地区的地面天气图 黑色实现为等压线 甲雨为两个天气系统的中心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关于图中上方 甲雨两个天气系统的特性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图中有甲雨两个天气系统 由于甲的等压线 由内而外 1028 中间这个是1024 然后1020 所以甲是一个高气压中心 乙这里是一个冷风 上面是一个暖风 从冷风和暖风前进的方向 形成一个逆时针的气流 而逆时针的气流形成了一个低压系统 所以乙是低气压中心 所以图中甲是高气压中心 是下沉气流 乙是低气压中心 为上升气流 所以甲是下沉气流 这个是高气压中心 乙是上升气流 这个是低气压中心 所以第一题 C的答案 第二题 若不考虑地面形 若不考虑地形影响 则由图判断 关于此图 台湾地区的主要风向 与临近的天气系统 下来叙述何者最合理 我们看图上 台湾的位置是在下方这里 此时台湾附近正有一个台风经过 台风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形成一个上升气流 水受气流影响 我们用右手定则 拇指向上 是使弯曲方向 是逆时针方向 这时候的风向 在台湾附近 风向大致为北风 而台湾附近有一个台风靠近 因此第二题 风向大致为北风附近有一个台风靠近 所以第二题 B的答案 翻例7 有关于台湾的特殊天气 下列甲乙丙丁四张地面天气图 分别代表东亚地区四种常见的天气系统 请以此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哪两个天气系统是台湾降雨的主要来源 我们先按上面四张图 图中 下 中间出现的这是滋流风 滋流风是在每年五六月的时候 而以图 图中出现的是一个台风 台风是在每年七八月出现的时候 丙图 这里出现的是冷风 冷风受大陆性冷高压的影响 这是在每年冬季的时候 而丁图 右边这里是一个太平洋暖高压 这是在每年夏天出现的天气图 这是在每年夏天出现的天气图 而台湾地区主要的降雨来源 主要是由于美雨及台风 美雨是在每年五六月所形成的滋流风 台风是在每年七八月的时候 是最常出现的天气形态 所以 夹以两个图 是台湾最主要降雨来源的两个天气系统 所以 第一题 夹跟以 A的答案 第二题 哪两个天气系统出现时 东亚地区的天气形态主要是受海洋性气团控制 受海洋性气团控制 其中包括 以图这里是热带性低气压 而丁图这里是太平洋暖高压 这两个 一个是低气压 一个是暖高压 都是由于海洋性气团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 以跟丁两个图 第二题 猪的答案 第三题 夹以柄是台湾主要天然灾害的天气图 由元旦开始 三者出现依序为何 因为图中 甲乙丙三个图 丙图是在冬季一月份的时候最常出现 而元旦过后 最先出现的是冷风 然后到了五六月的时候 是梅雨季节的滋留风 七八月的时候则出现台风 所以从元旦开始 先有冷风 然后滋留风 最后台风 丙甲乙的顺序 因此第三题 丙甲乙 逼的答案 第四题 哪一张图中 台湾的天气晴朗炎热的几率比较高 台湾天气晴朗炎热 主要是受太平洋暖高压的影响 而太平洋暖高压的图形 是丁图 因此第四题 丁猪的答案 第五题 甲图最可能发生在夏天哪一段时期 因为甲图是滋留风 滋留风主要是梅雨季节 梅雨季节的出现是在每年五六月 这时是春末夏初的时候 所以第五题 春末夏初A的答案 第六题 哪一张图的天气状况出现在 蒙古大陆冷气团势力强盛的时候 蒙古大陆新冷气团出现 是形成冷风的时候 这是在每年冬天最常出现的天气形态 而丁图这里是蒙古大陆新冷气团侵袭 于是形成了冷风封面 因此蒙古大陆冷气团势力最强的时候 这是冷风出现的时候 所以第六题 C的答案 范例八有关于人造雨与天气图 干旱时人们常用人造雨的技术增加降雨量 因此当有封面过境时 是实施人造雨作业的良好时机 造雨的方法之一 可在云顶上洒水 并可在零度C以下的冷云中撒拨干冰及盐力 会使周围的空气温度急剧下降 以至云中的水气或水滴往盐力凝结 使体积增加后 形成雨滴降落地面 根据专家评估 经有以上技术 最多只能增加10%到15%的降雨量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 根据天气图 哪一个地点最适合在上空进行人造雨的作业 我们看图上 适合人造雨的作业 是在水气含量较大即将降雨的时候 而图中 椅是在封面过境时 因此图中的椅是降雨机会最大的时候 也是实施人造雨的最佳时机 水滴体 B的答案 第二题 根据文中的资料 在人造雨的作业中 主要采取哪两种方法 因为图中叙述 造雨的方法之一 是在云顶上洒水 使周围空气的温度急剧下降 使得云中的水气或水滴往盐力凝结 因此 实施人造雨的作业 主要是在降低温度来增加水气 所以人造雨的作业中 最主要采取的方法 是利用降低温度 增加水气 因此第二题 株的答案 有关于降雨量的分析 右图AB分别是台北与台南的月平均降雨量则线图 根据此图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图中台北与台南两地降雨量有两个高峰 这两个高峰可能跟何种天气现象所带来的雨量有关 我们看图上 图中降雨量的高峰分别是在5月到9月之间 而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台湾的梅雨季节以及台风季节 所以这两个高峰可能是梅雨以及台风的天气现象 所以第一题 C的答案 第二题 比较台北与台南两地月平均降雨量的情形 下列何者错误 A 台南比台北容易受到台风侵袭 A 这个是错的 从图中我们只能看到A与B两座城市 它们降雨量的关系 可是从图中无法判断台南比台北容易受到台风的侵袭 所以A这个不对 B 台北在11月到隔年3月的月平均降雨量比台南多 B这个是对的 因为从11月一直到隔年的3月 A城市的降雨量比B城市的降雨量多 其中A城市是台北 B城市是台南 所以台北的平均降雨量比台南的降雨量还多 B这个对 C 台南比台北容易出现缺水的问题 C这个对的 因为除了5月到9月之外 台南的月平均降雨量比台北的月平均降雨量低 所以如果没有梅雨跟台风的话 则台南比台北容易出现缺水的问题 C这个正确 诸 台北与台南冬季比夏季容易缺水 图中显示夏季的时候是5月到9月的期间 灾难期间的降雨量特别集中 因此台北与台南在冬季时间比夏季时间容易缺水 诸 这个正确 所以第二题 错误的只有A这个错误 第三 又图为台湾地区南北两城市的月平均降雨量变化图 下来叙述何者正确 A 若当年梅雨不明显或缺少台风 A城市交易发生干旱 A这个是错的 因为图中显示 如果梅雨不明显或者缺少台风 也就是5月到9月之间的降雨量明显减少 则A城市比B城市他们在秋冬季节的降雨量多 所以A城市较不容易发生干旱 使B城市容易发生干旱 因此A这个不对 B A城市因地形关系 不易受东北季风所带来的雨量影响 B这个是错的 因为图中显示 A城市在秋冬季节 它的降雨量较多 这明显是受到东北季风所带来的雨量影响 因此使A城市容易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因此B这个不对 C 梅雨及台风都提供了AB两城市重要的降水来源 C这个是对的 因为图中显示 5月到9月之间 AB两座城市的降雨量明显特别多 而这段期间主要是受到梅雨及台风的影响 因此C这个正确 猪 由降雨记录判断 B城市位于台湾北部 猪这个是错的 因为B城市在秋冬季节 降雨量明显偏低 这主要是受到中央山脉的影响 而B城市位于背风面 因此B城市应该是位于台湾南部 而A城市才是位于台湾北部 水猪这个是错的 因此第三题 正确的只有C这个正确 翻例时 寒潮 台湾冬季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 天气往往非常寒冷 如果冷气团抵达台湾时很强烈 或是南下速度较快 容易造成各地气温巨降 若导致农渔业的损失惨重 即称为寒害 台湾的寒害通常发生在12月到次年3月 农民为了预防寒害 会以浇水或将田地灌满水等措施来因应 请根据以上叙述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冷气团抵达造成各地气温巨降的现象 称为寒潮水第一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西阿列河者不是农民以浇水或将田地灌满水来预防寒害的原因 文章叙述 农民为了预防寒害 常会以浇水或将田地灌满水等措施来因应 因为水的比热大 水浇水或者田地灌满水 可以增加地面空气的湿度 A这个是对的 B 因为水的比热大 水温度不容易改变 因此可以减缓地面热量的散失 B这个是对的 猪 水比热较大 可以减缓温度下降速率 猪这个是对的 C 使农座物吸收充足水分加速成长 C这是错的 浇水或将田地灌满水的目的 是借着水的比热大 来减缓温度的改变 而不是促进农座物的生长 因此 第二题 错误的 只有C这个错误 范例十一 有关台风移动路径图 现有一台风席台路径图 如右图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有关台风从脚处往移处的过程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失去水气供应威力下降 A 这个是对的 因为 从图中显示 当台风有假地 行进到乙地时 因为经过陆地 失去水气的供应 所以威力会下降 A 这个是对的 B 受山脉影响 而使结构被破坏 B 这个是对的 因为经过台湾北部时 由于中央山脉的阻挡 因此 使得台风的结构会被破坏 B这个正确 C 台风中心周围是无风无雨的区域 C 这是错的 台风中心是几乎无风无雨 可是台风中心的周围 可是台风中心的周围是风雨最强的区域 所以C这个不对 Z 台风动向受太平洋高气压影响 Z 这个是对的 台风本身是热带性低气压所造成 由于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使得台风只能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前进 所以 出这个正确 因此 第一题 错误的 只有C这个错误 第二题 当台风到达以处时 会在何处形成焚风 途中 当台风到达以处的时候 这时 台湾西部及西南部是迎封面 而台湾东部则位于背封面 因此 台东是在台湾东部的位置 手装山脉阻挡位于背封面 所以 第二题 A的答案 分例12 有关于台风移动路径图 右图为抹日东亚地区的地面天气图 甲乙为两个天气系统的中心 台湾附近有一个台风 请问 第一题 图中所有属于高低气压系统的数目 应分别为下列合者 我们先按图上 图中有甲乙两个天气系统的中心 而甲外面1024 再来这里是1020 1016 所以甲是一个高气压中心 乙这个是冷风 冷风往右下移动 上面是暖风 暖风往右上移动 所以这是一个逆时针的气流 因此 乙是一个低气压中心 而台风本身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所以这也是一个低气压 所以图中所显示的有一个高气压两个低气压 因此B 一个高压两个低压 所以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题 下列哪一项叙述 最可能是台湾地区未来几天的天气概况 因为台湾是位于下方这里 附近有台风出现 所以台湾地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未来几天 台湾的东部会出现好大雨 所以台湾地区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东部地区可能出现好大雨 所以第二题 C的答案 范例十三 有关于天气图的分析 右图表示 台北和台南三十年来 平均月价雨量之变化 西元1971年到2000年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这两城市的雨量 在五六月间有一高峰期 是由何种天气现象造成的 因为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所出现的雨量高峰期 这个是支流风 这时候台湾是处于梅雨季节 所以第一题 A的答案 第二题 台北在十月至隔年四月的雨量 是由何种天气现象所造成 台北地区 从十月到隔年的四月 这段时间是属于冬季跟春季的时候 这时候主要是东北季风跟春雨 所以第二题 C的答案 第三题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台北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平均降雨量 虽相同 但不见得下雨天数也相同 A这个是对的 从途中我们只能看到降雨量 我们无法判断下雨的天数 所以A这个正确 B台北六月的平均降雨量 虽比八月多 但不见得每年如此 B这个是对的 因为六月的平均降雨量 比八月的平均降雨量多 这是三十年来的平均值 可是不见得每一年都是如此 所以B这个是对的 C 以全年平均降雨量的分布而言 台南的降雨量集中在五月到九月 因为台南地区 这里是五月 而这个是九月 从五月到九月的时候雨量特别集中 因此 以全年的平均降雨量 台南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五月到九月的时候 C这个正确 逐 四到九月半年间 两地的降雨量均不及全年降雨量的一半 逐这个是错的 因为 因为从四月到九月图中显示是雨量较为集中的时候 所以台北地区或台南地区两地的降雨量均超过全年降雨量的一半 所以租这个是错的 因此第三题错误的只有租这个错误 第四关于上途的解释下列何者错误 A 春末夏初 冷气团和暖气团相遇形成滋留封面 可为南北两地带来充沛雨量 A 这个是对的 因为春末夏初 冷气团跟暖气团相遇 这时候形成滋留封面 于是 就是台湾地区的梅雨季节 而梅雨季节为南北两地带来充沛的雨量 A 这个正确 B 秋末冬初 太平洋海洋气团带来干燥的冷空气 造成台南比台北雨量少 B 这个是错的 秋末冬初时 主要是受蒙古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而台南地区 因为位于中央山脉的西南侧 所以是位于东北季风的背封面 因此台南的雨量比台北的雨量少 所以B的叙述不对 C 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气 会被中央山脉阻挡 是造成台南冬季雨量较少的原因 C 这个是对的 由于东北季风所带来的水气 手中央山脉阻挡 而台南位于东北季风的背封面 因此在冬季时雨量会较少 所以C这个叙述对 猪 如果梅雨台风带来雨量 则台南交易发生干旱 猪这个是对的 因为从图中显示 梅雨跟台风 是为台南带来雨量的主要两个天气状况 而如果梅雨跟台风没有带来充沛的雨量 则在其他季节台南的雨量较少 因此台南很容易发生干旱 猪这个叙述对 因此第四题 错误的叙述只有B这个叙述是错的 我先在这个叙述是错的 我先在这一回叙述是错的 我先在这一回叙述是错的